嗨 大家好 欢迎各位来观看这一次的游戏影片 这一次就不是来打这个boss的 而是来说一说就是 我就是已经把这个半岛能够走的地方已经走了 剩下这个主线的这个城堡 因为这是必定经过的嘛 所以我就先把外围这些呢就给搜索了一遍 那首先要特别说一点的就是这个魔法师塔还有这个监视塔呢 都是有东西的 但是我已经忘记它是给什么东西 不过比较好的就是它是地标嘛 那首先说第一样呢就是这个骷髅头 就是你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盾牌 这个盾牌呢就是这个烏龟盾 它有这个战灰 就是这个铁壁盾法 它应该是能够挡住任何的攻击啊 蛮厉害的 这个适合前期的新手可以来拿这个武器来使用 OK 因为这个半岛的敌人呢和这个里姆格夫的敌人差不多一样的 都是那些士兵 OK 所以你可以一开始就可以直接冲这边 然后直接来拿 然后骑着这个马 这边会有一个上升的风啊 OK 然后对准这个塔呢就能够拿到这个盾牌 OK 那下一个呢就是这边 这个呢是给就是这个信仰纽结晶路滴 会找到这样东西 那边我记得好像是有一些毒花在这的 OK 那下一个就是亚人森林的废区 就会有一个呃亚人女王 不是boss的 只要把他杀死的话呢 就会得到这个 这家人女王 OK 这个是适合魔法师使用的物品 然后这边龟皇塔 我觉得这个 蛮意外的 这个龟皇塔的 最上方的有一个宝枪 这个宝枪是陷阱 然后你打开的话呢 直接会传送到这边 这个神兽桥 你到了这个神兽桥呢 就会看到有个巨人坛在那里 OK 然后你走过到 走到巨人的那一边 然后 右手边的话呢 有一个宝箱 那个右手边的宝箱呢 就会给你一个护符 这个护符真的是厉害了 就是这个恩惠陆敌护符 能缓慢恢复HP OK 那个巨人根本就不用打 你直接去开一个宝箱就行了 所以 这个前期 一开始就可以拿到 这个比较不错的东西 完全就不用打任何的敌人 你只要开到这个宝箱 然后触发陷阱 就直接能够去得到这个 非常好用的护符 但是我就已经 要晚去探索这一区了 所以就现在才得到 然后这个 林妙原野的废区呢 OK 就有 就有个 有个地下室吧 对 里面的宝箱呢 就会得到我现在手上 拿着的这个镰刀 这个镰刀叫做斩翼镰刀 这个战灰呢 是天使羽翼 可惜我是 不是玩信仰的 就是如果有玩家是玩信仰的话呢 感觉这个战灰应该是蛮酷炫的 OK 但我就用不了了 OK 那 这个呢 就是一个 灰死的坑虫了 杀死他 不然呢 就会得到 一个 打告的招式 就是这个圣防部 OK 然后下一个呢 就是这个封印魔女的废区 那里面有个地下室了 OK 那 就会找到 一个 魔法的招式 就会找到这个奇奇魔力的魔法 OK 那 基本上 对 还有一个 就是这个 那 那 这边的话呢 也是推着死的昆虫了 那 你只要把他杀死的话呢 就会获得一个 不够雷击 OK OK 那 基本上 刚刚 说的 能够找到的物品呢 就是这样 OK 那 希望这一支影片会对大家有帮助了 那 这一次的影片呢 就到这 感谢各位的收看 那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 各位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拜拜